我是李燦榮 1997年7月1日 我在無線翡翠台時擔任6時半的新聞主播 見證香港回歸 我是土生土生香港人 當我是中學生時我聽到 1997年這個大日子 但究竟未來是怎樣呢 當時不知道 但我對著我的同學說 1997年我要坐在新聞部做主播 我要見證這個大日子 我在中學時知道自己的志向後 我就一步一步 入了中東傳理系裡其實還有幾個分支 然後再讀新聞 去到1984年中英會談的時候 我進去無線新聞部裏做實習 第一次見證著原來新聞是這樣做的 在1984年之後 我就離開了 因為實習完了 我就入了亞洲電視 我知道一定是我 我1985年入職亞視 1987年已經坐在主播台 自此之後我知道 亞視無論有多少人看 有一班人一定看的 我以前是無線實習的 他們每天都看 我知道你每天都看 所以你一定會找我 其實去到 八七八八已經有人找我了 然後到1994年他再找我 我知道差不多了 當時的身份就是做新聞透視的監製 但是兼讀新聞 教育署計劃在明年推行TOC 即是目標為本課程 而正式告訴我 就是1997年7月1日之前 大概三月 那我就做準備了 但其實我準備了十幾年 一切的東西就為了這一天 今天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的第一天 我記得晚上的時候 當時下雨的時候 我叫出現場記者 當然要反軍 對於那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最具意義 最有代表性的已經進入香港 一片平和 所以這是我當時很重要的一個感覺 但除了這個畫面之外 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一些緊張其實也沒有 也不應該要緊張 我就要告訴別人 這只是一件平常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凌晨的時候 十二點鐘升國旗 這一剎那當時不是由我直播 但是我回到家 我都要看著這一剎那 那剎那裏 就是對我來說 我是充滿喜悅 回歸對我來說就是第一 我被普通人 快找到我自己真實的定位 我所有的精神 我所有要做的事是什麼 思考 思考什麼 思考香港應該怎樣走 我從小到大都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今天 其實就是呼應我當日做了那個崗位 我要見證香港 而且要幫助香港 這就是一個分別 易經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永遠在變 好像是圓一樣 但我們必須有一個方的部分 永遠不變的原則 而且要令到它簡單 怎樣令到這件事簡單 就是我走進去裡面 見證香港武器 見證中國武器 這就是已經告訴我 最後我們要學會的 就是無論世界有多大 無論風浪有多高 最後我們不停見到不同的人 都可以學習 這就是我自己最想大家知道的 有多大問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